頭條狂獎, 本舟新聞 究竟佛誕做甚麼好? 如果人人都以佛堂做廣仰 發慈悲之心 阿里圖佛, 看來搶施主 都是佛門中人 我不忍心 我們香港的小朋友 沒有了迪士尼 他們真的沒甚麼地方可以去 施主請放心 小朋友去了飄飾巡遊 我是林太太 又是你, 林太太 有人肯入營廚房沒有? 去找一些有心、有力、有承擔 和我理念一致 你在說他? 和你們問, 班長 今日所說的事是天南地北 究竟是南還是北? 南風還是北風? 這是廣東的說法 廣東和香港的關係很密切 更戰略, 真摸, 真摸, 更施烈安泰 你再說話, 我要停止你發言 我來, 討伐 清潔心靈, 多些包容, 少些執著 我想應該是這樣, 除非不是 小楊, 你好, 你好 坐…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經常弄髒了你們的空氣 要你們忍受一下霧霾 別客氣, 領導, 千萬別這麼說 應該的…我們也有份弄髒你們的 是嗎?小良, 為甚麼我不知道? 別客氣, 領導, 我們是份內事 有時候吹南風, 我們也會吹霧霾給你們 是嗎?沒聽過科學家這麼說 領導, 我們不用甚麼都說科學 總之幫到你的, 我們一定幫 有甚麼, 跟我們說, 不要客氣 那我就不客氣了, 下次有甚麼問題 一定找你幫忙 是呀, 好呀, 領導 今年就是五四運動九十八周年 不知道德先生, 即是民主, 現在怎麼樣 入了黑名單, 拒絕進入境 提醒死的那個 好呀, 蔡先生, 即是沙仁時 這次吹風事件 我想蔡先生都應該沒有訂棋了 沒有啦… 我真的做我的夢, 到七月一日 都不夠人宣誓 團隊的組班工作, 現在在進行當中 也有非常良好的進展 我提出要在管治上引入新的風格 為途後想放棄 但在我最灰心時後 抬望眼就找到你 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已經是正式委任陳國基先生 出任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林太就邀請我做這個位 我就做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連最想得到的, 我都得到你 即使萬秒, 卻又遇上你 這一個是我的, 夢見馬上知道 發肥結結結 去做入境處長的時候 跟傳媒和立法會議員都經常打交道 處事的手法是軟滑的 因為林鄭是一個比較強雅作風 那麼多年來她積賣 每一個人跟她曾經都會有一點過節 我想陳國基可以幫她 盡量拉近一些跟不同的政治人物的距離 如果你以往慣例 都是一些資深的政務官 曾經涉獵過很多不同的政策範圍 來去擔任的 為什麼找不到, 或者是她都不對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她都呼籲我們, 如果有人才都要推薦給她 其實我們真的有很多青年的委員 都有很多這方面的心, 也都有這個能力 為何詹仗人會的苦惡得到愛太少 你會進行會嗎? 不會吧, 我想不會 我進不進行會就由立體決定 因為我諮詢過我黨的中委 黨員普遍都是支持, 是嗎? 你們都覺得沒問題, 是嗎? 你們支持 我現在宣佈54.5億元 本比武大賽現在開始 白三這位就是政府派出來的 太極高手小浩子 任一揚下回請早就無可奉告 黑三這位就是滴滴來MMA格鬥專家 小新 請見Olive 廢話少說了, 比賽開始吧 調整個價錢比例, 行嗎? 請見Olive 吃水不要太深, 行嗎? 請見Olive 虧錢就是我們嗎? 其他就是你們代 可否不要這麼不公平? 請見Olive 不要拉布, 快點打 請見Olive 十秒鐘就被人擊敗了 恭喜滴滴來成功拿到54.5億獎金 謝謝你們的意見我已經聽到了 但錢我要拿了 太后, 奴才剛才忘記使用內功 其實我也盡力防守 別說, 他們送地獄港 政府太極拔欠一擊 其實政府太極是有個特色的 就是外軟內顏 我知道, 兌內好打得 結節性硬化症的病人要求撥款 四千多萬, 你就不批 不過我們對外就好就可以了 滴滴來想拿五十多億就給他 基建超資我們也一樣會給的 政府太極是適合養生 不適合搞好民生 沒辦法, 洗濕了頭 就順便洗澡吧 太后, 你可以叫奴才幫你吹乾頭 買風筒也要錢的小朋友 滴滴來, 你們是兒童的權利 我現在也不忍心兒童 以後沒有地方玩的 當時太誇獎了 我自己也不敢說這些動物 可不可以為小朋友著想 延遲關門的時間呢? 為什麼要這麼早呢? 因為當小朋友做完BCA 或者補完閘後 現在已經是夜深了 他們是晚上才有空去玩的 不… 如果沒有足夠建制派議員 體清形勢投投反對票 我們又要喪權玉港 喪權玉港 喪權玉港 有人會教証我們 不是東陸的公司 我靜一下 都可以做花自己 不要跟人家抄 人家痴 人家中國人 喊 不要看死自己 很清楚歷史尼公司 表達了這個deal 是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or leave it 只是想你做 翻一個像樣的中國人 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 你怎麼做 現在國家天天天努力 要民族復復興 香港就在這裡割國地賠款 我是一個建制派 我是一個保皇黨 雖然是一個草根階層的保皇黨 但也要有公義 公義在這裡 我現在有口服 但心不是很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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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春北派堂隊十二路 各門各路各式各樣 每一種招數 我們香港政府 有沒有幫過香港人 去說一句 take it or leave it, leave it, leave it 是打劫… 這宗劫案叫做米奇老鼠劫案 蘇局長開門給他 全世界都看著香港簽一些 這麼傻子的所謂合約 其實現在迪士尼這個運作模式 跟香港是很格格不入的 這麼多年來 政府有沒有想過離場…離場…離場呢 董建華開始 這個迪士尼樂園已經是… 即是賺八笨 他的主張做人要有自己的態度 不可以默守成規就原地達佈 整日站香道 不過想著不走去做 做… 又想著一條乖路想做就去做 但最重要限時整路 那些小朋友跟我說 他們最喜歡… 最喜歡去的是哪裏 迪士尼… 兒童權利 我們都要關心我們的小朋友 他們真的沒甚麼地方可以去 第一屆特區政府爭取到迪士尼來的時候 是跟新加坡爭的 爭取到的時候是全城歡歡騰的 所以現在來說 不平等條約是未免涉及時後恐明 他是辣辣的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放在我們面前就是 我們如果不想看著他 繼續維持現況 有他自生自滅 那我們就是… 是不是要考慮一下選擇 讓他擴建呢 不要欺騙自己扮假龜 十五四李小龍精神不死 中國人不會忘記 結果是… 30票贊成24票 反對0票棄權 我宣佈這件事獲得通過 慶祝最低公子加薪 34個半 一如吃個快餐店的安格斯漢寶餐 可一可 麻煩 先生, 你的餐是不要汽水還是不要薯條呢 為甚麼要不要呢 對, 先生的餐是成為三十七個半 你只有三十四個半 那薯條汽水隨便選一種而已 怎麼搞的 那最低公子可以買些甚麼 你可以買公屋 只要你不喝不吃 做足二百二十八個小時 就可以買到一格公屋了 一間公屋是嗎 是一格, 一尺左右 用點心機吧 你遲早就買得起的 以前明明說公屋是給基層市民住的 現在的赤價突破七千元一尺 就是說你沒有三百萬 也不要說自己是基層 我又懷念董先生 當年他推出公屋出售計劃 幾十萬就買到一間 今天就可以堂堂正正做公民 甚麼公民 住公屋的居民 那就要快住公屋 公屋, 明年又貴一點 立法標準公事 立法標準公事 落實全民公屋 長燒韓節金收湊 公屋的香港人氣 公屋的香港人氣 向過名神流浪遠方 沿路走以三漸漸深汗 沒法只鬆綁 街裡人人在看 我為何沒有強悍 要求盡快取消 搶職金對沖 本身在收斷十多小時 人工少 公時長 公時長, 乘車時間又長 希望公時立法 標準公時立法 他們的職案是做得很差 完全是罰顧了工人的生命 黑人如何蠶色了光 以暴風甚麼都用了浪 我想聽一次 要善於貧窮 合相 我為何付了期望 長期勞工的議題 都沒有太大的進展 我們一直爭取 立法標準公事 這件事 就是由之前的政府 要離開了 新特首上場了 都似乎是遙遙無期 一雙手可以不求人 頑強面對 這世界絕情有刻薄 照樣無懼 追追不到也得罪 現在最低工資的條例裡面 其實已經容許 至少兩年要檢測一次 一定要是一年一檢 最低工資來講 因為兩年的話 一方面滯後 而且破壞了我們傳統上 經過每年加深一次 這個準則 一年有七日假 信不信多一點 一年當然信多一點 十個喜歡吃 辛苦要做啦 你不要聰明 我請大家一起來看看我的肚子 不明白我的人 每個人都可能以為我是一個有了寶寶的媽媽 我是因為這個病 生了太多, 還生了太多 還生到現在的肚子都是這樣 我不甘心 現在才只有三十多歲 是不是就要被這個病去折亡我去死 我不甘心 求求你們幫幫我們吧 但未等到幫助 慈燕蘭就已經病小了 一群罕有病患者 才開始受到注視 我的女兒是結節性壓化症 她五、六個月就確診到這個病 有時都很大疑問 為何我女兒是這樣的 又要洗頭髮 一會兒再洗, 好嗎 洗澡再洗, 好嗎 你當不做我, 我輸 雞腿啊 尖太的女兒慧恩 跟其他二百多個病患者一樣 由於基因變異 身體各個器官不斷生腫瘤 結果影響她們的智力 抽筋也是常見的情況 她經常抽筋 她有一次就在這裡 掉了在地上 整個攤子在這裡 好像別人來跳樓一樣 躺在這裡, 嚇死我了 我為她 死了, 因為她抽筋 張開眼睛是不動的 我便立刻打電話 叫車叫十字車來 看小一眼就沒有了 好像慢慢折磨 不過更無奈的是 即使現在有療效顯著的益製劑 但慧恩仍然無法受惠 我沒有資格吃那隻新的 因為我女兒大過 很難入到那個試驗計劃 那些十八歲以下才給食 我們都負擔不了 我也是看公立醫院 一定要用政府的資 檢查官調五事 殺死病人 殺死病人 立即資助用藥 為甚麼治療患有疾病的藥物 是這麼難入明察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 因為它始終是患有 即是發病的人數不是多 所以臨床的研究的數量也不多 但是與此同時 明察始終是看大部份的藥物 所以這些罕有的藥物 其實要另外去考慮 其實政府第一步 其實最重要是去定義罕有病患 你定義了之後 在香港政府一定要成立一些工作小組 要看回罕有疾病 以及一些昂貴治療的疾病 譬如癌症 如何融資令病人受惠 香港政府有這麼多盈餘 又說迪士尼有多少億 我們這些病患者 為甚麼你不給藥 我們都不想得這麼多 都是見步行步的 照顧得一天 最重要是要有藥給他吃 如果他沒有藥他就會很折迫他們 立法… 被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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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羨慕 成為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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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席 成為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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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在2015年以來是反對派手上 即是說當意和政府是對立的 發展了近月就是法院 所謂取代了國會立法院 也意味著那個行動 導致了總統馬杜洛 某種個人的專政 所以也令政治矛盾激化了 面臨越來越強的反對派挑戰 亦都令到這個政府是很受壓的 好像有點慌張 亦都導致了近年來的 政府開始有高壓的手段 這個應該是反對派會看到 是一個更加有效挑戰政府的機會 為了射拉也在近年來 隨著油價偏低 令到原本透過出口石油賺取比較多的外匯 都是令到政府有能力為公民提供這個比較好的福利 這樣的政策是越來越做不到的 以往都有同樣的矛盾 只不過查韋斯的魅力 與及曾經比較豐盛的石油收入 是令到很多矛盾是沒有現象激化 馬杜洛是沒有查韋斯的魅力 亦都加上事實上經濟能力是有限的 應該是比較難搞的 我現在已經去到一個比較惡劣的情況 很多很基本的物資供應都有困難 這個美洲國家組織也都開始很關心 韋國裏面的失控的現象 很多問題波及到鄰國 像巴西 哥倫比亞這些鄰國 可能有一些爛民的問題 有失控的間接造成的毒品的問題等等 哥倫比亞本身在近年政府和反對派 就是左翼的武裝是有一些和解的 大家都不想受到委內瑞拉不穩定因素影響 如果你還不去收拾好自己的家 就會影響整個地區 沒了 我們還不去ISA 這裡 是 什麼 沒有 ,你這 秋 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